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在今天来说非常关注的 就是接下来整个康瑞台风 会怎么样的影响台湾 而且接下来 在礼拜四 礼拜五 它最接近台湾 影响最距离的时候 是不是有放台风架的机会 我们先来探一下 康瑞台风究竟也有多大量 从现在的卫星图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康瑞台风在哪里 现在康瑞台风它的位置 距离台湾而然比的东南东方 还有将近1000公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台风 它的一个外围的一个结构 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浑源 而且慢慢的持续都在整合当中 接下来它预期最快在明天 就会变成是一个中度台风 甚至来到家门口前 会是一个中度台风的上限 甚至是强烈台风 所以这么强的一个台风 接下来即将要影响到 台湾的过程 恐怕对于台湾 尤其东南部地区 将会首当其冲 我们这一步要从各国路径 带所有观众朋友一起来看 你从各国路径当中可以看到 接下来目前康瑞台风 大家都认为 它是会朝台湾的方向 来前进 不过它从哪边登陆 其实现在各国之间的看法 都还没有趋于一致 因为现阶段 包括了太平洋高压 包括了北方朝鲜 都是它影响的关键因素 也因此如果说 从现在台湾气象署来看的话 它会是从台东一带登陆 接着包括像是日本 也是认为它会是从华东一带 所以从这样一个 登陆的情况之下 时间点就落在周四的晚间 因此这整个的一个暴风圈 预估在礼拜四 其实就会开始碰触到台湾的陆地 甚至包括礼拜四的深夜 到礼拜五的清晨 整个暴风圈将会是 笼罩台湾的时候 所以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恐怕很多地方 其实慢慢的风雨 在礼拜四都会是开始 明显甚至强劲起来 因此台风之下的几率 目前看起来是蛮高的 我们这一步就从 康瑞的一个影响时序 带大家来看 首先先说一下 什么时间点要发布海景 预估最快发布海景的时间 就是落在礼拜二的傍晚 因为康瑞台风 礼拜三的一八 也就是晚间的六点钟 就会碰触到台湾的海景线 接着它会持续 朝台湾的方向前进 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将会是它影响 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 而且这个暴风圈 它笼罩的时间 将会从礼拜四的晚上 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清晨 甚至到上半天 所以这一段时间 影响台湾之下 包括了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包括北部 都要注意 都是会有强风豪雨的情况 整个台风 要一直到了礼拜五的深夜 也就是到礼拜五 将近晚上十点的时候 暴风圈才会脱离 台湾本岛的陆地 所以现在看起来 其实从礼拜四 一直到礼拜五的这两天 将会是影响台湾 最明显的时候 而且气象鼠也持续的 针对这个台风 目前的路径 有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降雨的预估 我们就从一周的天气 带大家来看 以目前现在这一条路径 来说的话 礼拜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还是要提醒大家 尤其像今天北部跟宜兰 其实整天都是 阴雨的天气形态 部分的地方 是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 中南部还是要注意 会有午后的雷震雨 但是礼拜三开始 整个的外围环流 我们刚刚有说到 它的一个结构 相当的浑源 相当的广大 所以外围环流 开始影响之下 包括了北北基宜 还有宜兰跟花莲 其实都是会有局部大雨 甚至豪雨的情况来发生 礼拜四这一天 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到时候台风中心 从礼拜四的早上 它会在中部的外海 持续的到礼拜四的晚间 会登陆到花东 这一带的交界 接下来持续的过山情况 整个的东半部地区 都是会有局部豪雨 以上的等级 甚至西半部地区 也都是会有 豪大雨的情况发生 到了礼拜五 台风的中心 才会逐渐的 是通过到台湾 甚至是从台湾的 一个西南部的沿海 慢慢地出海 所以礼拜四到礼拜五 整个台风的中心 大概都是在穿越 台湾的一个过程 因此有没有台风架 以及未来的一个降雨情况 我们还会持续地 为大家再做观察 看起来康瑞台风 的确就是会来到台湾了 所以大家都在问 都已经十月底了 我们还有机会 放到台风架吗 现在可能有很多人 会调整你 这几天的一些行程了 目前预估的确 最有可能是从花莲 跟台东之间登陆 所以星期四跟星期五 应该就是影响最强的时候 虽然说路径 还不是那么的确定 不过已经有专家认为 星期四首当其冲的 宜花东 还有恒春半岛 以及星期五全台游感 东半部很有机会 可以放两天台风架 预估是周四晚一直到周五的 上午这段时间 可能会登陆在花东一带 随后会经过中央山脉 进到台湾海峡 北上逐渐离开 一直往西修的康瑞台风 最新预估从台东花莲间 登陆几率高 东半部的花莲台东 蓝宇绿岛 还有西半部苗栗以南 120小时台风暴风 清洗几率都已经突破九成 七上署提醒 周三开始就会感受 康瑞台风外围环流的威力 迎封面北部东半部首当其冲 特别是东北季风 加上台风越晚雨会越大 周四周五是台风影响最强的时候 其中周四东半部和恒春半岛 整个子暴要严防好雨 周五台风过中央山脉后 预估上半天中南部的风雨 还会很有感 从这个雨量的预估图上来看 周四确实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在台风逐渐接近 及登陆的过程当中 主要在迎封面都是整个东半部地区 那因为它现在路径是比较偏花东一带 也是比较偏南的话 对于北部的降雨相较 从宜兰登陆当然会比较少一些 七上署也预估最快周二下半天 发海上台风警报 陆上台风警报时间点落在周三 康瑞来势汹汹 很多人也关心 风雨是否会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专家点出移花东和屏东有机会连放两天台风假 七上署也提醒各地都会感受到风雨 而康瑞的强度也持续增强 接近台湾时不排除达到中台上线 登陆时间如果晚一点 康瑞就会是57年来首个11月登陆的台风 虽然罕见也不能轻忽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最后报道 而现在康瑞预估会是在明天要增强为中度台风 机场署就表示 康瑞朝台湾东方海域通过的几率比较大 如果登台 康瑞将会是从1967年极达台风以来 睽違57年在11月登陆台湾的台风 但是目前的路径还是变化很大 像是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个路径 其实还比较多 在清晨的时候 其实路径已经又往吸收了 接下来它的路径都还要持续观察 好 也确实来看到 视像署就修正了康瑞台风的预测路径 会持续的往次来前进 而且可能会更贴近东北角的陆地 视像本专也表示 康瑞抵台的时候是台风的巅峰状态 至少是中台上线挑战强台 提醒 又是一个礼拜新的开始了 鼠弟真的很想讲 你红台卖个来 我觉得今年真的是够了 而且都要11月的内 真的是有够烦的 但问如何了 到底这红台康瑞要怎么走 是不是就朝台湾而来的呢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要观察的 所以一个礼拜新的开始了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要开心 打起精神来好吗 这是101大楼 现在台北在下着雨 所以要想办法 观众朋友 不睡了 来 赶快树莉先教大家 去城楼 好啦 赶快来看看今天10月28号 今天礼拜一了 一早起来就听鼠粒 在这边哀怨 可是哀怨哀怨还是要面对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先从 康瑞台风最新一报的 潜湿预测图 来看一看 从昨天看到现在 到底是怎样 这个路径 中央气象署的路径 一直西偏 一直西偏 从本来擦边现在变登陆了 好啦 我们还是要来看看 这康瑞台风 康瑞台风现在距离台湾 差不多是鹅兰比 东南东方 差不多1160公里的海面上 而且它强度还在增强当中 你从中央气象署的 这一条路径来看的话 这一下你看看 现在已经到登陆 昨天都还在擦边 现在居然就登陆了 怎么会这样 最主要就是因为 预期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是会一直在增强的 所以如果按照目前 这一条路径来说的话 那么不排除从花莲登陆 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礼拜三的时候 其实是逐渐在靠近 而且礼拜三看起来 其实从礼拜二的深夜 大概就要来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了 礼拜三逐渐在靠近 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 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 那么礼拜六它就要远离了 那会不会还有改变呢 我们真的很希望还有改变 就要再来观察 所以希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再给它墙下去 那么它就不会上来了 就一直西偏 那这样的话就直直往菲律宾去了 不过菲律宾说实在也已经有够惨了 好了我们来赶快看看 世界各国的路径又是如何 来我们来看看现在世界各国的看法 逐渐的趋向一致 那么比较大的看法就比较 还有一些分歧跟落差的就是 有一些还是认为是这个差边 但是现在大部分包括了就是 美国还有日本 甚至欧洲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看起来都是登陆台湾的 但尽管如此 淑地说还是会有变数存在的 所以看起来其实在礼拜三 礼拜四就会是一个关键了 只要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再继续增强 那这样的话它就一直在往西偏 再往西偏的话 事实上如果路线能够往南压 当然对于台湾的影响程度就会比较低 但是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路径 那当然对于台湾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那么另外我们就要特别提醒大家 不管无论如何大家趁着这几天 这防台工作还是赶快准备好来 回到今天的天气怎么会下雨呢 其实跟康瑞台风无关 康瑞台风还有1000多公里 所以现在下的雨 其实是东北季风增强的雨 的确这东北季风在深夜半夜的时候 已经增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 已经都有这种成状性的降雨了 好啦 那你从雨量累积图当中可以看到 一个是北部东半部 另外一个在南部 南部说实在也很特别 因为昨天高频地区南部地区 从下午这个午后雷震雨一直下 一直下下到了晚上 而且还下到了现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南部的雨量累积也不少 像现在累积雨量最多的 反而都还是在南部地区 像是高雄的茄定这边有61毫米 那么另外宜兰的南澳这边 其实也在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事实上速度也蛮快的 目前累积38毫米 我们气象署是发布了大雨特报 目前主要针对的还是在南部地区 包括了台南高雄跟屏东 还是要多注意 不过我们从雷达回波图当中 也看到了 事实上南部的降雨 已经有逐渐在减缓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一个午后雷震雨 居然会下到现在 最主要还是跟风场符合有关 因为现在在高雄 其实是有一个小低压存在 因此整个对流就在这边发展起来 不过现在看起来 其实这个降雨又逐渐在趋缓 那么预计差不多南部地区的雨 再晚一点 差不多八九点钟 也就会缓和 甚至停歇下来了 倒是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像现在北部就在下雨 那么问如何现在的北部 还有现在南部 因为像九如啦 高雄的旗山 现在的时雨量 都还是比较大的 都有12到13毫米 所以北部下小雨 南部下大雨 都还是特别提醒 待会上班上课要多注意 那么温度上又是如何呢 我们也赶紧从目前温度 带大家一一快来看看啦 那么今天清晨的最低温在哪里 都是出现在北部 一个时定有20.2 新电22.3 那么现在的台北 在下雨24度 中部台中没落后 但云多25度 南部隔温度大雨 现在几岛一十五度 东部的花莲阴天24度 整个离岛地区全部都天呕呕 马祖二一金门二三 澎湖也有25度 我们再从卫星云图当中 带大家一块来看 主要就是看这个康瑞台风 这康瑞台风它的强度还在增强喔 因为呢 看起来台湾附近啊 这海域 它行进过程的这个海域 现在的温度 海水温度 居然都还有29到30度左右 所以看起来啊 这个康瑞台风 有机会增强为一个中度台风 很快就会增强了 那么甚至也不排除 还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上限 会不会到达强烈 我们这个啊到时候再观察 但是呢 如果康瑞台风真的来的话 那这个台风就会是呢 睽違啊 57年 11月份还登陆的台风 不可能这样啦 57年这个时间 我们大家急一下气 那我问如何 就是呢 这个今天的天气 还是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这样雨会怎么下 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咯 来 从雨区预报当中 我们提醒 南部地区的降雨的话 事实上待会就比较缓和了 不过呢 注意南部今天 还是会有午后的一阵雨的 那么另外呢 包括桃园以北到宜兰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 局部地区 其实是会有大雨的 花东地区 还有竹苗地区 则是比较零星 到了晚上 您可以看到 事实上就是呢 北台湾为主了 那么南部地区的雨啊 当然了晚一点 其实还是会缓和 停歇下来的 从地面天气图提醒的是 今天沿海风跟浪都还是比较大的 都有强震风 海面上的风浪也是大一点 另外台北也要注意 今天不排除 还是会有五到六级的强震风哦 那么以温度上来说 赶快来看看 今天各地的高温预测 北部地区 二十四到二十七度 中部二十八到二十九度 南部二十九到三十度 东半部则是二十五到二十九 离岛地区是在二十三到二十七度之间 那么因此最后 舒立赶快提醒大家 今天出门 大家伞就带吧 风大浪高的情况之下 海边还是尽量不要前往 那么另外呢 康睿江志啊 大家防台工作 先赶快准备好 时间交给主播了